HELLO,大家好,又是我們GarripleHK 又有新年再開始 今次我們來就是玩Hotel Relofeater 我知道很多網友都喜歡看我們玩模擬遊戲的 今次我們就需要管理一間酒店 可不可以成功賺錢,真是未知之數 如果大家有留意開時事都知道 波叔家族就是搞酒店項目 虧很多錢要變賣資產 幸好現在是遊戲世界 萬一真的有錢,就重新玩過 這遊戲其實是需要自己設計房間 以及要進行裝修 講到裝修,最近我都為我的房子重新遊遊 以及要補一補地板 因為業主沒什麼收拾,我就想住得舒服一點 自己下手下腳搞,剛巧又玩這遊戲,很有感覺 講了一點私人事,現在正式開始了 喜歡我們玩模擬遊戲記得按讚 以及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我估計一集都要花不少時間 現在看到有兩個模式,我一般不會玩沙克模式 一開始當然要玩劇情模式 可以選擇我們的助手嗎 有Candra 我選了中文,但她介紹的語言都是用英文的 另外由美子 她又回到中文了 她很心急,急不及待要跟我們翻修這座酒店 旁邊就有一個BB101,應該是一個機械人 現在都適合了,AI按HIT 檢查GPT,很多人都在玩 樓上這位是男還是女 她有展示的,但這個姿勢 有點膩膩的 她叫Mark 馬克,應該是男人 選擇哪一個女孩 她現在變回中文了,桑德賴 我想正經一點就選擇Sandra 酒店大亨Elly又要發揮設計 再加上營運能力 炒得上薄 拍得住這輛車,我們應該就在上面下來了 開了工具箱 還有捧著箱子 嘩,真是殘破不堪 我是不是在玩Fobia 逐集 你們之前有沒有看 有一隻雞仔跑出來 右上角就寫著追雞人,捉住一隻雞仔 就是這隻 按F按鍵,捉一捉 對著屁股 蛤? 不是,這麼殘忍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到一個助手 在接收藏 我們要走近窗戶把一隻雞丟出去 想不到Sandra這麼斯文 想一些東西這麼恐怖 有沒有人道的方法,雞不懂得飛 還是可以怕怕也掉不死 為什麼一開始遊戲要我做這些事 各位外匯動物人士,就要回避一下 屬豬、羊、狗、狗、狗、馬 加上最重要是屬雞的,請回避 甘 我們要找101號房 這個108,107,我想在另一邊 101 103 這麼有趣?101 在這個位置 不是順利的,不要緊 開門 我猜到了,你看看 外面你看,粒粒的,裡面都不放好東西 嘩 嘩 看這個東西 我們開始賺了一些錢在這舊的畫面 這裡很大層,我們需要出售畫作 是不是這個? 這個是懷舊的地圖,我們先賣掉它 35元的值 用鑰匙去掃除藏汁的垃圾 不要再保持自己 用鑰匙去處理堆積在這裡的垃圾,不要猶豫 哇,有四棵床的,聽不懂 突然間有個教學告訴我,按按鈴鐺,右鍵就可以選擇移除工具 呃,算了,這盞燈很厲害,等一下 復古燈這些可以賣的 那就是說呢,我試一試選擇移除工具 有四棵床 就是原本這間房屋是屈蛇的 要我精密計算,四個人四棵床,就是八隻腳 這個工具就是拆東西的 但是呢 如果我 不拆的話 這樣可以將 有些東西可以賣,像這個茶壺一樣,我們不能亂打 看清楚會不會有些東西可以賣 打爛就浪費了 現在我們有10萬085元,廁所裡面會不會 哇 救命,糟糕,有沒有防到變具 沒有東西可以賣,應該就 我看暈了 看暈了,因為現在我要 代入清潔工的 思想 就是這樣 拆東西之前要先檢查所有東西 狂打 如果我們 按死的話 按死的話就可以大發來打 現在我們要努力 不斷打破壞東西 原來在管理酒店之前我們需要下手下腳親自去拆石重建整間酒店房間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這種玩法是不是很治癒還是怎樣 喜歡拆東西 打另外兩棵床,四個人住一間房間不是全虧大本 旁邊都要的,這個位置,油漆都破了 這盞吊燈都要拆起來 如果你是裝修家的這種地板是有足夠的 不一定要拆掉,如果想均勻的話,夠不夠厚 如果夠厚可以刨一刨再打蠟,是可以重用的 不過這遊戲又沒有,一定要拆碎它 到重災它,廁所 先進門口入手 拆在地上,浴缸都破爛了 先打散所有東西 另外這個洗手盆,加上一個小櫃 小小子,這些毛巾,掛了三條在這裏 阻礙我拆東西 拆完牆身 外國的裝修來說,很多時候 因為要省建材錢 廁所會貼一半瓦,另外一半會油油 沒有這樣 差2%吃垃圾 難道是這盞燈? 真的? 有很多霧霧在桌上,後面有很多霧霧 還有掃地? 這些要自己刷牙 畢竟老闆可不可以請人回來弄? 怎麼搞的?現在有10萬85元,很累的玩這隻遊戲 不過總算這個動作比平常家裡掃地 它是直接推走垃圾 一推,垃圾就消失了 這把掃把厲害,比Dyson厲害 是不是?想不想買這個掃把? 會不會是叮噹的法寶? 它一推就馬上不見了 垃圾 但是說真的這麼大層 你看一推垃圾,層都養出來 一定要戴口罩,要不然是直輝病 清潔完 真正可以設計了 牆身我就打算是油漆 不過都看看牆子 我一般的這些相片型的牆子 有香蕉 貓 花 有魚 蒲公英 如果總是要加一幅牆子的話 我們簡單一點 加一個蒲公英試試 即是容易入口一點 落幅小牆 每格都要6元 我們這些很等本 OK 其他就先游著白色 因為 話畢是第一次玩這遊戲 我們就 不要這麼大膽 先摸熟設計系統 看看它有多少東西可以發揮 先游著白色 我們拿一些傢俬去襯托一下 這些很不划 它一格就是1元 但這裡剛剛好叫做半格半格 其實這裡要2元 1元 2元 1元 即是說這一格 半格 其實應該是5毛錢 你看看我們游游一下 已經晚上了 我們這位裝修工人 其實我們是管理這間酒店 又做了清潔 又做了油漆 還要沒有休息 沒有下班時間 你看看 我站著 站著 整個牆 游散為止 但如果它有一個按鈕 給我們一次過游散 就多好 按工具模式 Q和2 只不過是 這個是噴漆的意思 那我就 噴給大家看 這樣 這樣 如果是噴的話 就變成這樣 好像不太好 那我就 要遮蓋它 三十幾元試試 沒所謂 我覺得都可以 說真的我們裝修應該 都好好的 都做一盞小燈 哈哈 我們又游到晚上 一到晚上 其實你不太知道裡面的顏色 那個感覺 就算你沒有燈色 都可以搏個燈膽 對不對 不應該這樣 黑面 反而 廁所很光 而且是自行發光 既然這遊戲有自行發光功能 好心外面都 光了給我們 那些聲效是 不像油油 好像 什麼聲音 油油不是這樣的聲音 不過其實油油應該沒什麼聲音 這些聲音 是不是貼牆子 掛東西上去的聲音 OK 床的位置 我覺得有兩個地方可以放 第一 可以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又或者 因為 正常 酒店房 床尾 應該是對著電視機 所以 這個近窗的位置 都可以放在床 就是有兩個位置 那我今次這間房間 我就想 這裡放在床 可能這個位置 做一些小椅子 桌子 可以用來 給住客吃東西 地下 外面我用地毯 不用地磚 廁所 才用地磚 我就選擇 羊毛地毯 我按一下 做了 藍色 藍色 好嗎 這遊戲一按鍵 一放進去 就已經算錢 就不能預覽一下 顏色 整幅都做了 預覽是沒有的 按鍵就已經算錢 不能說 試試看對不對 顏色 我覺得這點可以 值得改善一下 因為真正的設計師 都在電腦上畫了 3D圖 感覺一下 顏色的配搭 對不對 不是說一來 就鋪地毯 下去 才感覺一下 對不對 顏色 不會那麼浪費 因為現在我們做了這間 如果不對的話 就要拆掉再做過 那就浪費了些錢 雖然你說兩元而已 但是你想想 如果整幅鋪完之後 發現顏色不適合 想改善 說真的 如果我們選擇 基本地毯 會不會太普通 還是可以 現在唯有鋪一點 這樣看看顏色 好不好看 我就想鋪到這個位置 就停 懸關位置就鋪其他 不同的地毯 做到一個不同區域的區間效果 遊測工人望天打掛 OK,天亮了 好像不太好 這個藍色 好像辦公室的顏色 不行 撒掉 太大力了 好 還有剷走完之後 又要掃地 好繁複 選一個植紋的地毯 要深灰色 最深的 沒有再黑一點 植紋的效果 就令到圓關長一點 先看看感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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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廁所的頂端同樣都是油霸式 不過就好像不能選擇假天花 因為廁所這麼濕氣 是會積聚水氣 如果有假天花 假一格 會好很多 因為很快就會破 我們這間酒店 說真的天花油霸的話 會浪費很多錢維修 可惜這遊戲沒有解天花 先鋪一點出來 先感受一下 然後再弄牆身 我轉了油漆工具 唯有發覺會透視牆身紋理 以及磚 可以 真的 可以游到磚 磚色很方便 看到嗎 我就想放了廁所要用的用品 可能浴缸等等 再決定磚的顏色 總之最重要一定是 怎樣都好 一定是鋪床 所以我就要先做鋪床 先做鋪床 可以旋轉 還有可以按 space bar 轉一轉 一些紋理 一些花紋 這個好嗎 先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夠小 剛剛好 這麼健康 左右一個 選擇一個地櫃 但是有很多鎖住了 啊 壞東西 這個小櫃子 就小一點 怎麼可以看到我怎樣置中 我想我要放地毯這條線 這樣大約可以置中 對著床 放兩個大衣櫃在門口 放兩個大衣櫃在門口 很神奇 因為我們本身地毯已經是地毯 然後再鋪地毯 這個問你很有東方感覺 迷彩型 這樣 另外要買一個梳化 哇 有什麼不同的款式 可不可以梳化放在床尾上 有沒有沒有iPad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沒有全部有iPad 好,窗簾在遮光裡 夠了 有什麼 要求我多放一個層架 另外要把小櫃 去做肉室 我覺得可以做一個棋竿 加一個浴缸 其他浴缸我遲些不同的房間再想想 首選這個 凌空了 好噁心 我以為可以放在櫃上面 這個房間失去了 最後觸摸 加一些素晴的燈 畫面 和座椅 哇 哇 現在才讓我選擇這樣的鬼 我已經放了很多東西 這種浮誇的傢俱 我想 下次房間再做 廁所的窄得這麼浮誇? 雖然它沒有一個對準的線給我們 所以放的話 一定會歪 高低不平衡 這裡放遠一點 放這個位置 好像現在的傢俱一樣 放些酸 不過是假的 好 掛上一幅畫 出門口也有一塊鏡子 其實應該這裡要高深 其實應該調轉這邊才要高深 來 把這塊放出去 科技 有什麼科技 電視機 終於有 掛牆 然後 看著 相機 這個角度適合 是不是 哈哈 究竟我們的客人 怎麼用這個相機 你覺得會怎樣 還是 我們是租給一些私家偵探 拍著外面 500元的 這個三腳架相機 不是那個組合自己帶相機嗎 我們會提供嗎 我們會提供嗎 嘩 喂 嘩 哎呀 太大了 可以弄小一點 吹少幾個氣球 可以嗎 哈哈 OK 我們記錄在前面 有大房才拿來玩 這個 就這個 這個 接著就可以做些裝飾 Sickers 這隻雞不是我們剛才扔到那隻嗎 熟豬熟羊熟狗熟馬那些 加上最重要是熟雞的那些 請回避 跟 在房間裡有一張雞的貼紙 我覺得有點怪 嘩 嘩 所以由白色長都OK 說真的 你可以貼長紙 就是那些Wall Stickers 就這個 那些特殊的東西 嘩 喂 剛才的相機還不夠 這些電視台級數 喂 都是500元 這座物價值 500元 然後最重要是收拾手尾 廁所 不油黑色 就油這個綠色 淺淺的 租出去之前 放一些毛巾給他用 好 好 差不多了 如果再不夠的住客自己添加 好 暫時找到這樣 完成之前再瀏覽一下 第一間房間這樣 因為很多東西都沒有解鎖 我覺得滿意 可以 如果可以做地磚 木屏地磚 我更好 現在全個都是地毯 如果可以做燈槽 光線更加舒服 欣賞廁所 說真的 比我的房間 這麼大型的廁所 如果未來再解鎖 多些東西 我想再做好一點都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等一下我站在哪個位置 我站在這個位置 可以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按住空間 差多遠 廁所 翻新成這樣 廁所的角度 好 接著就可以按訂房間 賺了200元 預計每日收入就是150元 一位 一位人已經進來住 咦? 她的手做什麼 她吃東西 張椅子是不是太近了 她說很滿意 現在我看到 左邊有1.2 我想是不是這間酒店 的分數 就是平均分 我想拯救她 試試 可不可以放過一點 既然是這樣 做什麼 一弄那個人就走了 沒有了嗎 哦 我一剪掉 她就當我 趕走客人 喂 我又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她不懂得動我的家具 啊 那怎麼辦 現在沒有了客人 我們現在先選一個平板 有人了 我看到有人了 有人了 看到 預訂 每個房間都有清潔度的等級 客人離開時 等級就會下降 現在清潔度是10分 客人每一處就取決於房間的清潔度 和其他影響的因素 其他客人保持心情愉快 她愈不愉快有事 我都控制不了 我們先看看 正數的應該 因為租金收入是200元一天 但是我們的支出是50元一天 平均滿意度是10 客人得1 翻收進度 我想它是計整棟酒店 就8% 我們按這個就可以關掉平板 101號房 狀態就是這樣 這位大隻佬 不過很好識 但是就是 他跟傢伙的互動是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數字差這麼古怪 為什麼呢 這遊戲的NPC出事 不要緊 我們當時雲糕看不到 即是Phobia那間酒店都是這樣 什麼都看不到 我們先做主線 現在要去大廳看看昔日信件 OK,先幫它關門 打糕了,不好意思 外面還有一樓 如果有人來住 算是很幸運 這些神職 已經是 好像二樓三樓都壞了 現在可以去G樓 我選了Sandra 做我們Reception的女生 其實我自己都開了其他角色 都儘管給大家看看 如果由美只是這樣 眼睛是有問題 不知道它會不會更新 這個地方呢 雙眼呢 這邊又沒有什麼 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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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靈異 觀眾,如果你去StickCation 你看到Reception的小姐是這樣的 會不會對這間酒店有深刻的印象呢 我覺得機械人都好一點 馬一刻也是出事的 我不明白我會做什麼 它不斷左右靈 做運動 所以我覺得最後還是Sandra好一點 看看眼睛沒有出事 眼睛沒有出事 雖然不錯 我明白這遊戲的主要玩法是設計酒店房間 但是如果NPC做得好一點 會加分多一點 不如看封信 有活動 它說希望我們可以把這間酒店恢復昔日的榮光 要我們享受過程中的樂趣 接下來很有驚喜 故事模式是會揭露這間酒店家族的秘密 現在只是第一間房間 暫時沒有什麼好處 酒店評級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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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品質等級已解鎖 剛才有些東西鎖了 要一升去解鎖 終於多一些東西可以選擇 還有很多牆紙的東西 有木紋地板 剛才選擇了這麼久 不需要鎖地址 我覺得木紋地板或者木紋舒服 不需要鎖地板 還要改成一間酒店的名字 可惜不可以打中文字 有試過 不然我就想寫 麗晶大賓館 不要緊,我們用英文名字 今集玩到這裡 我們看看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加特別的房間需要我們設計 喜歡我們玩無異遊戲記得按讚 還有所有的朋友記得支持我們 下次見,謝謝 拜拜